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今天分享一个神奇电饭宝能够产生女朋友的故事 理想女友 在寻找人生伴侣这件事情上 许明浩表示不可能妥协 虽然年纪快四十了 事业上也没差成就 但寻找结婚对象这事 他一直有自己的原则 最好是二十多岁 年轻又漂亮 空姐模特就最好了 听到这要求 老板都忍不住吐槽了 许明浩既没有固定工作 身高也不到一米七 他这根本就是一眼天开啊 虽然被骂得很生气 但是对象还得找不适 于是几天后的婚介所 许明浩又出现了 婚介所也是有良心地 看在许明浩五年老会员的份上 直接给他免费送了一台理想女友制造机 虽然听起来异常的不靠谱 但许明浩还是决定试试 毕竟又没有坏处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许明浩要了一个温柔甜美的大波儿妹 启动之后呢 直到地理冒出了一阵阵浓浓的白烟 而后就出现了一个大长腿小妹 许明浩满脸都写着开心 只是一夜春宵之后小妹就消失了 本来呢 许明浩还有点生气 可转念一想 既然可以制造出第一个 那也能要第二个呀 当他醒来时 忽然就领悟到了什么 从那天起 许明浩是夜夜升歌 好不快活 慢慢的 他开始尝试降级标准 因为只有这样 女朋友才能多停留几天 很快许明浩就凑起了一百个妹子 照片整整铺满了一面墙 可回过时想想 他又觉得很可悲 因为他居然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来得到女朋友 在感伤气氛的带动下 许明浩决定再使用一次制造机 要一个只爱他的女人 不一会儿的功夫 传说中的女孩出现了 短头发 戴着眼镜 虽然嗓门有点大 但许明浩觉得这也还能接受 看了手臂上的纹身过后 许明浩更相信这是命中注定 一把就抱住了人家 接下来的事情不用想也知道了 不过这个妹子虽然不完美 可许明浩挺开心的 毕竟日子快乐了不少 直到这一天 他再一次接到了房东的催租电话 听到对方说自己的女儿 去讨要房租的时候 许明浩一脸懵圈 没见着啊 而女朋友从厕所回来的时候 他才明白 原来现在的女朋友 就是房东的女儿 难怪半年都没有人来催租 原来许明浩最后使用制造机那天 他输入的真爱要求 根本无法实现 所以说 现在的这次案情 就是他自己找到的 影片的最后 许明浩撕掉了 那面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照片墙 然后丢掉了那个 所谓的理想女友制造机 因为他明白了 光靠条件是无法找到爱情的 因为只有真的在一起相处 才能体会神秘而傲慢的爱情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